前文在族的书写上一回 话说徐茂公吩咐将假楼店停业 执拾好金银世远 率领众位英雄好汉的直奔天宁治 杜宽大师请他们进去蚕房坐落 徐茂公就说 我们一帮好朋友 这次来秦家和秦老太太拜授 就因为秦二爷交游广阔 认识很多大财主 我的意识就想托一下秦庆秦二爷 请几位大善士出来 和我们重修这间天宁寺 谁知道这么巧 在秦家遇着善意圆外是好极 意圆外在我们路州重修的妙语就多了 我和他一说 他即时一旦答应 故此我们就请他来看一看 准备将这间天宁寺重修一下 先看看工程大小做个准备 杜宽和尚一听 当堂的莲子容那么厚面 他合掌问讯说 秦园外真是功德无量 以前我们天宁寺本来是个十方常住庙 香火也都好胜 增人也好多 后来因为寺庙室收落 施主也都少了 不过要重修工程极之浩大 小贞曾经许愿将他重修 但一直都没有遇着大师主大善事 现在二元爱肯发愿重修 将来天宁寺香火谋成 二元爱真是功德不少 善语信就说 我向来就有重修妙语的心愿 这次遇到魏徐两位道长 听说本苗失修 就特意前来看一看工程 准备重修这座妙语 我已经派人拿了五万两黄金来 招募工匠扣置材料 如果不够呢 我还可以派人回去拿 我的阿尼陀佛多谢施主 多谢施主 跟着徐茂公和杜宽商量好 就将善语信他们一帮人 安置在东跨院里住宿 杜宽老和尚 还说要派几个和尚仔侍候他们 徐茂公就说 不用的不用的 这几位财主的脾气就很特别 他只是要他们自己的亲近家人 侍候而已 不喜欢生人的 师兄 你告诉小师弟 没事就不要过去东跨院了 那些财主佬不喜欢人家吵着他 如果他们不高兴发脾气 那我们的天灵寺就收不成了 杜宽大师就说 是是 那就叫他们不要去 这样一来 天灵寺里面的东跨院 就成为众位英雄的聚义厅了 过了几日 黄白当谢影灯 已经在武南庄 起了五万两黄金 带了二百多名伙计来到天灵寺 杜宽和尚见到重修妙语的黄金 都运到来了 哎呀 宽你都不得了 阿尼陀佛就不知念了几多百句 这日 就派和尚仔将三行的工头请来 徐茂公就和他们订好人工 火食的待遇 不论大工小工 每人每日一两银 两餐饭一斤牛肉 饭头就任食 工头每人每日二两银 宁间两菜一汤两壶酒 哇 那些工头听了 嘿 微飞式舞 发呀这趟 一年三日 招了二百多人 谁知道到第四日就招不了工了 徐茂公就对工头说了 不够人呗 你们还要找多些人来才行 工头就说了 嘿 倒是 实不相瞒 在这个方圆几十里之内 我们都找好了 实在也找不到 那在附近的几十里 就有没有无业游民 那肯定有了 这几年不是天汗就是水枕 灾民、游民都不知多少 他们不是我们三行的人 什么都不会做的 你这书是这么大工程 那如果我们找了这些人来 做什么不似什么 那我们就真的骗了你们 不行的 唉 你真是大梦 我都说过给你们听 这位施主 他一半是为了重修妙语 一半是为了振制灾民 你们不用理他们 懂不懂做的 马上招他们来吧 我们这个施主 他就看见人越多就越高兴 知道吗 原来是这样吗 行行行 道爷你不用担心 明天你看着来 第二天 工头真的将那些灾民游民招来 几天这么多 来到天灵子做工就过千了 人多 功夫少 只不然有很多人就有空无事做 睡觉也有 打牙教也有 善龙讯走过去看见就说 各位 你们没功夫做呀 那不是很满 那些工人就说 是啊 是很满的 善龙讯就说 那咯 反正有空无事做 来 我们一起打一下功夫来好不好 工人就说 师主我们不会的 那你教我们呢 好 哇 士龙讯就找了黄军河 黄白当 帮謝英灯他们就教那些工人打功夫练武艺了 师弟呀 那些师主为何要教那些工人打功夫的 他们想做什么呀 徐茂公就说了 师兄 那些师主喜欢这样 他们玩玩而已 师兄你不必疑心的 我不是疑心啊 师弟 他们一个一个都是这么威势 都不像是大善事 看来我总是 心有点放不下 师兄 难道我还会骗你吗 放心吧 虽然徐茂公是这么说的 但是杜宽和尚的心里总是有点不太轻微 有一晚 侯军杂来到报告消息 他说 程四哥的脚都好了 还有件喜事 告诉你们 历城院衙门里面 除了知院师爷之外 大部分都入了我们英雄会了 监里面那一百多名难友 都盼望早日劫牢反育 徐茂公是将天灵寺近日的情形 告诉他 就叫他回去仍然照料一切 侯军杂就告辞走了 侯军杂走了之后 柴少想了一件事 他说 三哥 我们这里只有千多人 又没有受过什么教练的 加上武南庄和大阳山那千多人 总共也不过两千多而已 兵力就慢慢赶不上他们的 那我们怎么办 那我们怎么办呢 大家都说 那怎么办呢 徐茂公微微笑 他说 各位 柴贤 原帝 我略施小计 就能够使得杨林那十万大军全部撤走 哎呀 怎麽怎麽呢 当然我带了文书来了 那请你拿出来给我看看 柴少将文书拿出来交给徐茂公 徐茂公打开一看 见到文书上面有太元侯的大印 他就说 行了 我将这个印印了下来 毅了一道告急文书 就派人送去杨林的大营 就说 突厥轻兵侵犯边境 攻打甚急求他还救 他一定要带兵去救 他一走 制南苦力成员 就在我们掌握之中了 哈哈哈哈 各位 你们看我这个计策如何 大家一起说 好 真是妙计 商量妥之后 徐茂公就按照印信的原样 黑了个假人 又写了一道告急文书 吸了假印上去 就像真的一样 徐茂公就问了 便是愿意假扮警官 去杨林大营送信 话又未了 丁天庆成言先就说 我们两个去 徐茂公说好极了 你们要这样做 去到大营 看到杨林 就要这样说 千万不要露出马脚 如果被杨林看穿了 就大事不好 丁天庆说 三个你放心 明天一早 丁天庆成言师 就扮成布马 离开天灵寺 騎马直奔杨林的大营 话说杨林正在中军保障的料理军务 有个卫士进来稟布说 回稟王爷 山西太原府的两名布马求见 杨林说 蛤 叫他们进来 那卫士出去叫 很快去 两名警官进来了 只见他们满身灰尘 面色青白 慢地喘气 走起路来 是两着脚打架卡的 杨林就想了 那警官辛苦成这样 一定是事关紧急了 只见这两个布马来到面前 秦庆在旁边看 心声一跳 认出是丁天庆成言师 哎呀 他两个来做什么呢 只见行头那个丁天庆 就走到碎岸前面 即是说出声说 王爷 眼一探 吐了一口 向后一倒 就当堂暈了地 后面那个大布扑上来 跪下扶起他 醒醒 你醒醒 哎呀 哎呀 我们这么辛苦 才来到这里 见到王爷 你不要死字 你不要死 杨林就连王马 一来 快点救醒他 哎呀 那两旁的人就走过去七手八个救醒 那个人 那个人喘了一轮气 他跪下扣头 哎呀 王爷 我和你叩头 杨林说 你们是山西太原府的步马 你来山东有什么事啊 哎呀 王爷 因为突厥兵犯戒 兵进眼门关 太原府的西北已经失了四周八元 突厥的人马 好像潮水一样杀奔太原 我们侯爷 派出了四路八百里加急的步马 带着高急文书来求救 我们 我们是报登州这一路的 我们不分日夜 就赶到登州 去到时你听说王爷 你 你来了这处 所以立即就转来祭南府 这里 有一道紧急文书 请王爷 过目 他解开背着新来的包袱 拿了公文出来 由教委呈上岁岸 杨林打开文书一看 哼 就几声 好愤怒 那秦庆明白了 他想 一定是徐茂公的吊虎来山计 杨林就说 你们两个终于职守 搞到厚肚鲜血 一路辛苦了 人类 拿一百两银来赶给他们 你们进城 找地方住 好好诊治 休息保养好再回去 至于解围的事 我自有办法 多谢王爷 他们两个想 得法 各位 丁天庆真的吐血 是假的 原来丁天庆 就用个鱼坡 里面入满红枝水 用线紫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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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见到杨林 就整成封封瀑布 勞累不堪的狼狈 喊了一声 王爷 用一条舌头 出另一颗 捷穿鱼坡 把红枝水 噗 就像吐血 不怕你杨林那么聪明 一样骗到你 这些是徐茂公教的计划 这个时候 教会把你赏银拿出来 给他们 他们两个扣头 多谢赏赐 接了银便走了 杨林说 秦庆 響晚你的案子 还未了结 又出了一件这样的事 那你说我们办哪件事先好呢 秦庆说 以秘职之见 突缺犯警围攻太原 这件大事 王爷 还是先救太原为对 没错 那这两个响马又如何处战呢 交给历城院 叫智院严家审讯 拿出口供就可以了 那王爷率领人马援救太原 将突缺赶出 雁门关外要紧 好 就这样做了 接着 将镇台将军唐碧和知府 知縣都叫齐例 对他们说明了要赶赴山西解围的事 命令知縣徐世方 尽快将两名响马審问明白 拿出口供 立即用文书品告 这几个人肯定说 遵命遵命 杨林跟着传令 不认喜债赶赴山西 很快就准备妥当 只听见三声炮响 金鼓齐名大军出发 丁天庆和成燕斯在外面探听清楚动静 就回到天灵志向徐茂公报告 大家知道了 如果杨林已经带领大军去山西 都放心了 徐茂公说 各位兄弟 杨林老责已经听我们的调遣 离开了山东 我们大反山东劫 勞反育的时机已经到了 罗盛柴少两位贤 你们两个在这说不方便 请暂时回去先 罗盛柴少也奇怪 他就问了 为什么 徐茂公说 你们两个和我们一起造反不重要 但是被杨林知道了 牵连到李侯爷和北平王就不妥当 俗语说 搞吐上有三拐 我们也要留后路才行 万一我们在山东站不住脚落 那也要有个投奔的地方 你们一个在北平 一个在太远可以接应我们 说完 罗盛柴少和柴少执拾一下 和张公锦史大内等人告辞走了 他们来到河北地界 柴少和罗盛分手 柴少回到山西 罗盛率领手下的人回到北平 这些就不说他 徐茂公派了丁天庆 承宴斯 黄白当 謝英登四个人 去大阳山把人马调离 要他们如此者搬 四个人就马上赶到大阳山 就告诉大家要大反山东了 又发出六林号战 叫天下各山各寨的人马 来到大阳山聚集 然后一起来天灵寺 这一天 大阳山的人马来到天灵寺 到了这个时候 徐茂公司和杜宛和尚 说明真相 又在民宫里挑选了一千人左右 欢迎他们入伙大反山东 其余有加失拖累的 不愿意参加的 身体不好的 就每人给五两白银 打发他们翻车 祝福他们不准走漏消息 否则就没命 这些人千恩万謝 发誓要严守秘密 就走了 徐茂公司拿出一千两黄金 交给杜宛和尚 他说 师兄 我们有要事在身 你拿些钱去自己找人修理妙语吧 杜宛和尚相掌合十 他说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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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各位好汉爷爷 徐茂公把所有人集合在一起 編好队伍 决定明日动手 每人头上插一支白额帽 他说 徐茂公叫人拿十支筷子来当令箭 派兵点仗 就叫做筷子令了 徐茂公拿起第一支筷子 他说 齐彪 李炮 听令 明日 带领五十人 乔庄庄改办去制南城的西门 到时要如此如此 两人说 德令 接过筷子就代替 徐茂公又拿起一支筷子 屈突声 屈突盖 听令 再 这两人带领五十人 乔庄改办去制南城的东门 到时要如此如此 德令 又接过筷子 徐茂公又拿起两支筷子 派老明星老明月一队 金城牛丐一队 各大五十人 去制南城的南门和北门 亦要如此如此 四个人接了令 徐茂公又叫 袁天虎 有 李成龙 有 你们两个带领三百人 扮成各行各业珠色人等 明日日头混入城内 在 头坑时候 去到鼓流放火 接应各处 不得有误 袁天虎李成龙说 得令 贾孕 贾孕 他又叫 王军可 在 分给你一半人马 在城南埋伏三百人 其余的人 到时又要如此如此 得令 王八当 借应当听令 在 你两个去武南庄 将龙衣公和黄光完全起出来 和两位老太太一起送到大阳山等候我们 得令 两个接过筷子令 立即就出发了 徐茂公就说 丁天庆 承燕斯 两位言帝 明日 你们押着淨落的黄金 以及行李物件 先到大阳山 是 筷子令发齐了 那徐茂公自己是做什么呢 多事做了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